可以可以 看时间美的不行 还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自己搅了个塑料袋 自己草生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耿耿奶爸 今天是2020年的6月7号星期天 每周的这一天 我都会在家里做一些休整 下午的工作就是给自己理个发 大部分的女儿生来到美国之前 都会带一个这样的工具 就是一个带有卡尺的理发剪 对于男生而言 剪剪短发是足够用的了 特别是在前段时间的疫情期间 各个的理发店都在关门停业 所以也没有地方去理发 这段时间虽然是营业了 但是最近我们这个周 真的是确诊人数暴增 也不敢去理发店去剪发 就是今天下午自己收拾一下就得了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准备剪发吧 在剪发之前呢 我们就先拿一个这样的摄料袋 给自己先做一个外套嘛 然后就是防止这个头发粘在身上 或者粘在衣服上 做一个简单的外套 好 我们试穿一下 嗯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 好了 我们开干吧 首先我们把这个垫垫刀的这个卡尺调到19毫米的这个长度 因为先留一个比较长的长度的话 方便后面有哪里推的不好的话可以修剪 好了 我们开干 我们两边的头发一般就是长得比较快的头发 它长了以后会让整个人看得很坚实 所以两边的头发我们会剪的稍微的短一点 这里我们把这个卡尺调到 先调到大概9毫米的样子 我们可以再试试看 点 해서 转发发 打银子 好吧 后面修的也差不多了 我们再把这个 我们再把这个标词调到低一点 大概5毫米的样子 能推两边 可以可以可以 看时间美的不行 还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自己搅了个塑料袋 你自己操身 我